其实美国这个时候已经决定把台湾拿到自己手上了 不给力了 所以结论是什么呢 有没有朝鲜战争 美国都要介入台湾 而以当时的力量来讲 美国一旦介入 中共这方面 解放军当时没有能力把它拿回来的 这是我们必须承认的事实 对吧 所以这是一个基本情况 有没有朝鲜战争 其实美国都是要介入台湾问题的 对吧 最后落到朝鲜战争 应该这么讲 就是有失也有得 但我们综合来讲 可能是得大于失 我们国家的负的代价 首先是什么呢 一批优秀的年轻人牺牲了生命 现在咱们民政部认定的 朝鲜战争的劣势是19万7千人 这就是我们的代价 是吧 当时非常优秀的一帮年轻人牺牲了 另外国民经济 承受了巨大的压力 所以生命 经济损失 是吧 这是我们直接付出的 第二个呢 可能是这样的 就是我们 战略空间缩小了 知道吧 就是原来 比如说我们跟美国打架以前 跟美国直接兵戎相见以前 其实美国始终对我们有点幻想的 因为在欧洲有一个国家叫南斯拉夫 对不对 南斯拉夫跟苏联有点落翻了 跟美国关系不错 虽然它是共产党国家 但是在东西 双方它是跨界的 美国很想把新中国培养成东方的铁拖 然后呢 我们兵戎相见以后 那美国对我们幻想就彻底没了 对吧 那就实整我们了 当时美国搞了一个 在冷战的时候搞了一个机构 叫巴黎统筹委员会 对吧 然后在巴桶里面 它的制裁有三类 最轻的一类 是波兰 第二个是苏联 中国放的最恶劣的一类 对中国的制裁还是最严重的 所以就是中美尖锐对立 在冷战的状态下 处于热战状态 对吧 这就是使得我们那个 在大国博弈当中 那个战略空间是不是小了一点 就灵活性小了一点 对不对 那么收获 我觉得还是主要的 收获呢 有这么几块 第一块收获啊 主权回归 在那个 四五年二月 在亚尔塔会议后 不是有个亚尔塔协议吗 亚尔塔协议的亚洲部分 有一个关键的内容 就是苏联答应美国 在击败希特勒以后 三个月出兵远东 打那个日本关东军啊 然后呢 他做了这个贡献以后 他要回报 什么回报 他要继承日本帝国 在中国东北的全部权益 这个其实是侵犯中国主权的 对吧 包括外蒙要独立 包括我们的那个大连 吕顺 要作为国际自由港 永远由苏联红军占领 另外包括哈大县 现在叫哈大县 以前叫中东铁路 就哈尔滨大连这条县 五十一的股权 要白白的送给苏联 他没有一分钱投资啊 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筹款建的 有五十一股份给他 然后苏联红军要沿途驻军 另外还有一个内容就是新疆北部 这个有一块地区要归苏联 这都是那个雅塔协议啊 牺牲中国的地方 中国一战二战都是胜利国 是吧 是不是 中国又很奇怪啊 反正一战二战 两次世界大战 我们站队都站队了 这个是很绝 是吧 像土耳其每次都站错了 我们每次都站队了 所以中国人那个战略视野还可以啊 但是呢又有一个问题 就是虽然赢了吧 我们是战胜国啊 但是因为每次都吃亏 是不是一战以后 那个 不是 我在碾 Splin ีк cheers 你 咖啡 int 唐 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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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帮助我们发展工业 于是就有了一五计划当中 从苏联引进了156个大项目 而156个大项目就奠定了中国工业化的基础 而我跟很多学者不一样 我的史学观就特别看重工业化 因为我的基本史学观 就是人类的近代历史就是工业化的历史 工业化的核心就是现代制造业 在工业文明时代 谁有制造业 谁才能够把握自己命运 谁没有制造业 人再多 钱再多 你的命运都在别人手上 你被人家羞辱 知道吧 所以工业化特别重要 而苏联给我们的156个大项目 就基本上奠定了新中国工业化的基础 这是巨大的收获 我第三个收获呢 应该是新中国的国际地位就奠定了 对吧 这个我记得我在别的地方讲过 当时美国绝对是如日中天 对不对 美国在这个二战结束以后 它的制造业 差不多占到世界的一半 金融资产占到世界百分之八十 然后军事上 它是唯一有能力两洋作战的国家 然后还有一个 它当时50年 它是单独拥有核武器的国家 因为苏联是49年才四爆的核武器 苏联红军列装核武器 还要晚几年 所以当时美国那个地位是炉日中天 那么中国呢 经过百年的积贫积弱 其实挺弱的 在这个背景之下 中国跟美国打了一仗 军事上打成了平手啊 我们是从那个鸭鲁江出发 到了三八线 美国呢是从釜山出发 到了三八线 对吧 军事上打一平手 政治上我们绝对赢了 对不对 你原来在江湖上 这个不见经传的 大家不认识你的 对不对 你跟江湖第一高手打成一平手 绝对名正江湖啊 从这一天开始 就是我们跟美国打成平手开始 没有任何国家琢磨着要亲戚的 对不对 这亲中国 它的安全问题其实就解决了 然后我们就可以安心地发展了嘛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 说它是立国之战 绝对是不为过的 那么最后呢 这个朝鲜战争 给我们的启示是这样的 就是因为朝鲜战争 那应该讲美国人呢 对新中国啊 这个态度就复杂了 在新中国以前 晚清民国 总体来讲 美国对中国的态度是 普世 是吧 上对下 但是因为朝鲜战争 美国才开始平时中国 对吧 这个其实对后来 中美关系的发展是有好处的 没有平时 就不可能是 72年呢 美国总统 不顾国内反对啊 跑到一个未尖交的国家 跟毛主席握手吧 你想想 没有朝鲜战争 美国没有这种内在的尊敬 觉得你没有价值 它不会这样的 是不是 就是在一个总统 到一个没有建交的国家 而且意识形态对立的国家 这是很有政治风险的 但是他就做了 因为什么 他是觉得你这个国家有力量 我跟你交朋友有收获 对吧 他需要你来对付苏联 于是他就过来了 那么有了72年中美和解 才有了79年建交 对那个 从历史角度来讲 朝鲜战争的影响 汇集到今天 那最后还有一个方法上的启示 就是对于美国这种国家 他呢 有力量的话 他一定会欺负你的 那面对这个欺负呢 一个办法是忍了 还有一个办法就是 适当的斗争 那么在朝鲜战争这个案例上 给我们的启示啊 还就是以斗争求团结 这团结存 这对未来 我们处理中美关系 仍然是有启示意义的 1950年在朝鲜战争的遭遇 是中美双方的一个重要节点 金教授认为 抗美援朝改变了 美国俯视中国的态度 并且刷新了全世界 对中国的看法 近年来 美国对我们的重视 达到它历史上 前所未有的成果 那么70年过去了 中美又来到了一个 关键性时间点上 今天对抗美援朝的回顾 也是为了在历史的维度上 再次审视中美关系 现在呢 中美关系确实进入到一个 矛盾的阶段 看清这两个世界大国的过去 与未来 我们应当从历史中 汲取哪些经验 合则两立 面对当下的紧张局势 又该如何应对 中美关系的未来走势 又将如何呢 那么中美关系呢 我们先简单地 讲几句历史啊 中美关系啊 这样的 就是就中国来讲的 历来是重视的 是吧 晚清 民国 新中国 然后新中国 每一届领导人都重视 毛主席就很重视啊 你们想想1972年 邀请尼克松总统访华 是谁做的决定 是毛主席做的决定 对不对 说明什么 说明毛主席极其重视 中美关系 而且坦率讲啊 因为72年中美缓和 才有79年建交嘛 对不对 所以应该讲 打开中美关系大门 是毛主席留给后来啊 第二代领导人 一个重要的遗产 所以 新中国 第一代领导人就重视 第二代小平同志 非常重视 对不对 然后 江主席 胡主席都很重视 习主席也很重视啊 大家注意到 习主席有一次 见那个特朗普总统 是不是讲的这个话 中美关系 有一千个理由好起来 没有一个理由 话下去 我们都在用这一句话 所以这这个基本事 从中国角度来讲 我们历来是重视美国的啊 那美国呢 对我们态度是变化的 美国呢 在晚清民国是这样的 俯视我们的 对吧 新中国成立以后 敌视我们 因为我们在朝鲜战 能给他打嘛 把他打得够呛啊 鼻子脸肿呢 所以先是俯视后来敌视 72年黎克松访华 其实是利用的 因为当时他跟那个苏联竞争很吃力 要中国帮忙 美国真正的 比较平等的 平常心对待我们 我认为啊 是91年苏联解体以后 冷战以后 然后对中国的重视 就开始直线地上升 近年来 美国对我们的重视 达到他历史上 前所未有的程度 我认为 17年底开始 他就把我们放第一位了 但是在这个态度是不一样 我们重视美国 真想跟他好 想交朋友 他重视我们 想整我们 性质不一样 这就是中美关系的一个 大致的一个回顾啊 历史的角度看 我们历来重视 而且历来有建设性 他呢 也是啊 然后第一次 然后利用啊 真正比较平等性的 看来我们是很短的 近代 那现在又开始走向了对抗 那么 现在中美关系呢 肯定进入到一个 不太好的阶段 是吧 但是呢 过去那段历史 我们还要肯定一下啊 从79年1月1号建交 到现在 41年半 总体来讲 中美关系还是成功 双方的合作很好 而且双方都有战略收益 中国 通过与美国建交 从美国学到了 好的东西 是吧 另外通过和美国建交 我们的产品 就可以进入 国际主流市场 改革开放才有成功的 外国条件 对不对 那美国呢 通过跟中国建交 参与中国的改革开放 美国的资本 在中国是赚了很多钱 赚了盆满满满 这就是它回去分配不好 是它的事 但是它中国赚了钱了 这是事实 另外呢 更重要的是什么 通过中美建交 美国才赢得了冷战 所以很肯定地讲 中美过去41年的交往 是双赢 双方都获益的 再次证明了一个道理 何则两利 当然现在有一个麻烦 美国人心态有点不对 美国人认为 过去我们中国改革开放成功 主要是因为它帮我们 然后呢 它赢得冷战 跟中国没关系 这是它现在的一个毛病 是吧 夸张它的作用 贬低我们的作用 我认为它那个不对 我的分析是对的 我认为中美过去41年 双方都是一家 对吧 应该这么看比较可观 那现在呢 中美关系确实进入到一个 比较矛盾的阶段 竞争性的阶段 原因呢 就是我们有五个 新的问题出来了 第一个呢 就是我们进入到了 所谓的休息底的陷阱 也就是大家通常讲的 老大老二矛盾 在国际关系里面 老大老二是天生的冤家 还在讲啊 组织人类一些 告诉我们 任何人类的组织 那个二把手 都是很难当的 是吧 但是个人关系 还是好处一点 是吧 我让一让就算了 那国家关系难处 国家不是说 一想让就让了 对不对 因为国家是集体的嘛 所以国家间的 老大老二关系 比个人要难处得多 最后往往是走向主 现在咱们国家的态度是这样 我们国家 从官方到学者 都认为 我们还没有进入到 休息底的陷阱 我们要努力地回避它 但是现在的问题在于呢 美国的战略精英层 就认定我们是老二了 回避不了了 我们现在有些学者 有点天真 说中国啊 能不能姿态再柔和一点 是吧 讲话再轻声细语一点 这样美国就放过我们 回避这个矛盾了 甚至有人 我觉得很舒呆着气 说建议啊 他们统计局想想办法 中国的GDP搞第三 把印度搞第二 说轻了是天真 说中的是傻了 这是低估美国的战略能力 以美国战略能力啊 它对我们很了解的 你无法隐瞒 你回避不了的 那么现在的事实就是美国认定我们是老二 认定我们是挑战者 这就是第一大矛盾啊 第三就是美国变了 美国这个国家曾经是非常自信的 自信的美国啊 外出有点霸道 好处是什么呢 它比较宽容的 比较包容 也比较幽默 骂他也没事 现在不是 现在美国内部矛盾很多 它是自信心下降 然后就人就变得很自私 很焦虑 是吧 一个焦虑的美国很难打 相当于一个人呢 进入更年期了 第四个呢 咱们国家啊 应该讲 因为改革开放嘛 我们也很多元化 利益多元 于是观点多元 所以 就是说 我们的内外政策 形成共识也很难 所以我们外交啊 受到的内部牵制 也比以前大了 是吧 第五个新矛盾 就是美国现在这个 引导人啊 集集团队 就特朗普集集团队 非常的极端 非常的多变 无法预测 这样人家就很难 跟他打交道 是吧 这就是中美关系的新背景 那么在新背景之下 就出来了 就有了主要矛盾 主要矛盾就是 美国在17年12月18号 就国防部发表了 四年一度的报告 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里面 把我们定义为 第一战略竞争对手 这就是主要矛盾 原来美国给我们的定义 是有缺点的伙伴 现在是第一战略对手 从这一天开始 中美关系的性质就变了 原来是既竞争又合作 对不对 从这一天开始 我们就进入到竞争为主 然后美国这个国家 行动能力很强 它不光是说说 马上就真的就竞争了 17年12月18号 推出国家安全战略报告 是吧 定义我们为第一战略对手 三个月以后 18年3月22号 是不是特朗普总统 签了一个总统行政命令 发起了对华贸易战 对不对 从那个时候到现在 是不是过去了两年半 两年半坦率讲 我们中美关系经历的竞争 不仅仅是贸易战 实际上是个混合战 为什么呢 因为美国在过去两年半 至少对我们打了15张牌 第一张牌是贸易牌 就是对中国产品征税 附带讲 前天是不是WTO裁决 说特朗普征税是非法的 是吧 这个其实是好消息 虽然我们也知道 特朗普根本不理国际组织 你财了也白财 但是道义上还是对我们很有利 知道吧 至少那个老师说了 说你错了对不对 这样我们道义上还是得点分的 这是过去两年半 他对我们打的第一张牌 征税是吧 贸易战 第二就是科技 打我们高科技公司 打华为 打中心 打海康威视 科大熏飞 大疆国际 这是第一批 第二批就打 抖音的英文版 TikTok 然后打微信 第一批先打的 那个高科技硬公司 就是让你的5G搞不起来 第二 就打你的应用网络公司 是吧 这就是科技战 第三呢 就是司法战 就是抓梦晚舟 还有抓那个参加 我们那个叫千人计划的华语学者 对吧 第四呢 就是金融战 美国是不是列举了300多家中国实体 然后切断与我们的金融联系 第五就是舆论战 特朗普的大将 几个大将 这个国防部长 国务卿 是满世界跑 去鼓吹中国威胁论 国务卿特别卖力 而且给中国安了很多新的帽子 说我们中国 在亚洲搞霸权主义 在非洲搞新殖民主义 在美洲搞帝国主义 中国网民很生气 因为这些话都是二十年前我骂美国的 是吧 美国拿来就用 说你不尊重知识产权了 这个 那个 它其实就是宣了中国威胁论 这是五张牌了吧 然后还有六张牌 就是很敏感的涉及中国主权了 这里面包括台湾 香港 新疆 西藏 东海 5加6 11张牌 12张牌 就印太战略 印太战略是什么呢 就是在巩固 与传统盟友 日本 韩国 澳大利亚基础上 往西推进 增加新盟友 抓印度 印尼 越南 第13张牌 就是搅局一带一路 中国在一带一路投资 它就搅局 14张牌是什么呢 WTO2.0 就是在WTO里面搞小圈子 美欧日小圈子 把中国排除在外 第15张牌 是去年下半年 还是打的 军控牌 军备控制牌 就是强行要求中国参加 美国 俄国的军备控制谈判 目的是减缓中国的军事现代化 OK 这就是过去两年半的情况 首先把我们定性为对手 然后出了一串的组合拳 打了一个混合战 那么中美的根本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美国 拒绝承认中国决起 美国目前还是对我们有傲慢 心理优势 知道吧 就是他们现在 首先是人种上都没有优势 觉得你们长得再漂亮 你也是黄种人 不如我们白种人高贵 拒绝 还有一个就是听教 我是上帝的特殊选民 你们中国人无神论 上帝都不认识你 你凭什么崛起 还有呢 就是这个意识形态 觉得 我自由民主最高贵 你这个共产党国家 怎么有资格崛起呢 你都没有资格 知道吧 那个然后还有文化历史傲慢 觉得我1894年世界第一 你这个家伙一来穷得像个鬼市的 你现在还比我富 那还了得啊 受不了 哎 那就是美国现在的毛病 心态上不对 不对以后呢 就无法接受中国崛起 政治上必须要我们学它多党子 经济上啊 让我们永远做低端打工仔 就是你就给我做袜子 做那个香包 做圣诞节塑料礼品 哎 你搞个什么5G啊 对啊 他中国人很生气 中国人说我14亿人要过好日子 我天天做袜子有什么利润呢 对不对 我肯定得搞5G啊 不是我富不起来 我没有利润呢 对不对 这就矛盾了啊 另外就是战略上 他要我们成他的跟班啊 这个都是我们14亿人不能答应的 对不对 这是我们的天然权利啊 你凭什么否定我啊 这违法人权呢 不过这是中美的根本矛盾 是吧 发展全是我们的 我们天 天赋的权利对不对 他他不去不接受 对 让我们和更好的你聊一聊 感谢新历层 独家冠名此次公益活动 学口才到新历层 通过金教授的分享 我们对于抗美援朝 以及中美关系 都有了更深的理解 抗美援朝是不得不打的 说它是立国之战 绝对是不为过的 美国啊 拒绝承认中国决心 那么接下来 来自全国各地的 线上线下的同学们 也都带来了自己的问题和困惑 想要向金教授请教 所以我想请问金教授 未来战争您认为会发生吗 做最坏的打算 做最全面的准备 希望您能够通过军事的角度 对中国足球体检建议 您这个题目太难了 咱们闲话少许 快来进入对白时刻 金教授您好 我叫管佩欣 我来自辽宁丹东 抗美援朝纪念馆呢 就在我们家那边 所以刚才在看您演讲的时候呢 我觉得感触特别特别的深 那么大家都知道呢 这个美军的这个武装呢 在当时是和我们有代差的 我也在一些报道中呢 看到过联合国军在朝鲜战争中 是使用过新军武器的 当时美国的总统杜鲁门 也一直声称想要考虑使用原子弹 所以我想请问您 在当时中美两边的这个武装的这个设备 差距这么大的情况下 为什么美国还要考虑使用这种非常规的武器呢 谢谢你啊 这个问题挺好的 那个美国呢是这样的 就是它是追求一种绝对优势的国家 中国那个战略战术啊 很强调就是如何以弱胜强 中国很喜欢这种战法啊 以弱胜强 因为中国历史上经常是遇到这种以弱对给强的这种局面 而美国呢 总体来讲啊 它发展很顺 美国是建国到现在很顺的 它现在在美洲地区扩张 美洲地区呢 周边都比它弱 等到它准备的特别好走向世界的时候吧 它力量比别人大很多 所以呢 像中国历史上遇到这种以弱胜强这种需要 它就比较少 所以它基本上都寻求一种绝对优势啊 那么一旦 它的优势不绝对 这个时候它就无所不用其极 在朝鲜战场 虽然常规兵器 它比我们好 因为它有 就是海军 它可以在沿岸 就两个沿岸地区 它可以起点作用 另外就是空军 它有绝对优势嘛 但是因为我们前面讲的原因吧 志愿军呢 应该讲作战能力非常好 附带讲啊 就咱们这个志愿军啊 坦率讲啊 都是经过十几年战争出来的老兵 就特别会打仗 虽然叫志愿军 但绝对是专业的战士 这支陆军是非常能打的 另外就是朝鲜那个地形很重要 朝鲜三区多嘛 不是平原地区 所以美军那个装甲部队的优势 发挥的不是那么淋漓尽致 所以这些人合在一块呢 就形成一个结果 就是在朝鲜战场 有一段时间 甚至美国有点弱势 特别是一次战役 二次战役 三次战役的时候 在那个时候呢 美国就急了 于是就采取 就是那种非传统的一些手段 这里面就包括细菌战 美美才有的那种细菌嘛 在亚洲是没有的 但是出现了 它肯定还是细菌战那个结果 二三月间 这细菌战就应该是有这个事 只不过美国今天来否认 至于说动核武呢 当然是这样的 就是说美国一部分人 有这个想法 在美军特别被动的时候 那个 杜鲁门当局当中 一部分人是有的 尤其是麦卡车 这个 所以后来他们就有矛盾嘛 杜鲁门只是有个想法 但是刚有想法